椅子 接下来 我们来灌Linus 灌Linus的话 先把这个关掉 Windows要先关机 好,Windows先关机 一定要先关机 Windows关机以后 这时候我们因为是在VM里面做 所以再来要有一些设定 好设定 好设定的话 再来因为我们要用光碟机开机 不是刚刚的温期开机 所以存放位置 光碟机要在上面 光碟机要在上面 那光碟机要在上面的话 这个是0 0的话是会在最上面 所以我们把它随便设了 设个8也没关系 那就光碟机在上面了 那光碟机在上面了 以后我们选择 这边选择光碟机 这边把它选择光碟机 从这边 这边可以选 这边选光碟机 每个人 应该一般是1 一般是1 好就确定了 好确定 这样就可以从光碟机开机了 好,按启动 当然要先放Linus的光碟片进去 要先放Linus的光碟片进去 启动 好,你看这就开始了 那你就是直接按Enter就好了 直接按Enter就好了 Install a new system 直接按Enter 好,它就开始跑了 好,它就开始跑了 好,它就一直跑了 好,等等 好,等等 那它这边是问你说 要不要检查光碟片是不是好的 好,那就不要检查 那就skip哦 不要检查就skip哦 不要检查就skip哦 好,再来它就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好,刚刚的设定 嗯,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不是 不是每个人大概都懂 好,你看 目前这样都算成功哦 没有错误叙息哦 好,你看哦 好,就是按Nex就好 一般没有特殊就是按Nex 那用英文版 记得不要用别的国家语言 要英文版 好,就每口英文 好,基本的啦 就基本的 就下一步就好了 没有特别讲就是下一步 好,那这边的Forset name 我刚刚本来是C05 你还是一样 这边一样是电脑 或是那边就电脑名称 还是C05 跟刚刚一样 跟刚刚的号码一样 然后你这边要选台北 你看哦,台北在哪里呢 我们先点一下 这边是何字名 那台北在这边 台北 好,这就选台北了 你看台北 好,下一步 好,Pass All Pass All 就跟你原来的那一个 一样就好了 就PWD122就好了 PWD122 就跟你第一个就好了 PWD122 好,记得哦 跟User1第一个就好了 PWD122 下一步 好,这边要Use Anyway 你不要取消哦 它说是密码太过弱了 好,一样哦 Use Anyway就好了 然后这里 这里要选Repless Repless就取代现在的Lina系统 如果你选这个呢 你的温期会被删掉 你以前做的温期 就都被清空了 所以你要不要动 这边不要动 就是这一个就好了 就这一个哦 选上面那一个 绝对不行 这打叉 不行哦 好 选第二个哦 不要动 好 那RyChange 就RyChange 改变 改变它整个的 格式 好,那这边都下一步就好了 好,这边就下一步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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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边如果时间太长 太长的话 同学可以把它跳过 好,同学可以把它跳过 好,同学可以把它跳过 好,基本上这样就成功了啦 基本上这样就成功了 好,基本上这样就成功了 好 基本上这样就成功了 而且英文大家也比較看得懂 其實大家也可以在 在家裡面自己練習 因為用VM的話 不會影響你的作業系統 不會影響你家的電腦 所以你可以就這樣子 一樣下載VM 到自己家裡練習 這樣是 這樣是最有用的 因為在家裡練習哪一段不懂 就可以一直重複練習 不必一定要 每一個禮拜 才在這邊練習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 好 好 OK喔齁 好 OK喔 差不多 差不多了齁 好 好 那你看 這樣就在這跑這邊了齁 好 我們先停一下啦齁 好 這個畫面 就是灌網的畫面齁 這個畫面就是灌網的畫面齁 好 好 那重新開了以後 你按上下左右鍵 好 按上下左右鍵齁 大家齁 在這個之前就要按上下左右鍵 這個是VDOLA 這個是WIN7 你看就雙系統了 齁 你看一顆硬碟裡面齁 我們切七十G 有一個Other是WIN7 這是VDOLA 好 那還是我們來做VDOLA設定 好 那你看齁 往前 Next Next 好 Username 好 Username跟剛剛一樣 第一個就好 US22 US22 好 呼籃那麼多US22就好了 然後Password 跟剛剛一樣是PWD22 PWD22 PWD22 好 都是PWD22 好 下一步 好 WEEK沒關係 YES YES 好 就下一步 好 Finish 好 這基本的設定就完了齁 好 No 不要 送訊息 No 不要送訊息 好 那你看就 這個就US22了齁 那你剛剛的密碼就PWD22 好 LogIn 好 那DockIn的當中 你看看 User22的Phone 好 Computer 那我們先開User22的Phone 在這裡 User22的Phone 那你看這邊有一個Data27 有沒有看到 這是Windows的 好 那這個密碼齁 好 這密碼齁 你看剛剛我們都是設PWD22 這是最高使用者的密碼齁齁 那就跟我們 跟我們的User22就一樣 都都是PWD22 好 好 PWD122 好,PWD12 好,那你看 這樣就進來了 那你看這05 就是溫漆的05 好 05就溫漆的05 你看以前有一個forced 那現在我們把這個forced刪掉 因為這是溫漆的 好,你看喔 好 那再來 我們 我們 這裡也有排程 這裡也有排程 好 那我們等一下 來講排程 好,我們來講排程 按computer 這邊有fire system 先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ETC ETC裡面你看有一個forced 好,剛剛那資料夾 剛剛那資料夾 ETC裡面一樣有一個forced forced forced 你看還有一樣一個forced 那我們要做排程 要做排程要怎麼做 你看我們要copy ETC的forced 到哪裡呢 ETC底下一個forced 到 好,一樣看 看前面的fire system 到 我們到後面去 back back 好 來,我們到fire system 一樣到fire system 好 到這邊有一個叫media 我們要copy到media的data27 好,data27 好,data27裡面有05 好,我們要copy到這邊 好,data27的05 好,data 到media,data27的05 好,我們要copy到05裡面去 好,那這個怎麼做 好,首先 這個最小話 這個最小話 好,我們在 我們要怎麼做呢 好,我們到 這邊先關 關掉 關掉 好,我們首先 到 終端機 好 到終端機 terminal是終端機 好,那這邊 先到 最高權限使用者 Super user 打su 那 打 密碼 pwd 122 pwd12 好,你打下去它不會動 好 那有錯 再打一次 su pwd122 OK 好,對了 來 pwd122 再來怎麼打 再來的指令 記一下 好 再來我們要做排程 打 colong tab colong tab -1 好,colong tab-1要做排程 好,按enter 好 那這邊的話 你看這邊這邊 這樣子喔 那首先我們要 輸入的話 要打i i就輸入 打i喔 i i就insert 就輸入 好,輸入首先要排程的話 在linux要寫 star 斜線 star 打 好,你看喔 四個空 star 斜線 好,再來 star 斜線 難道我們要一分鐘就好了 這邊要打1 好 star 斜線一分鐘就好了 好,一分鐘就好了 star 斜線一分鐘 這邊打1就好了 好 star 斜線一分鐘 剩下的不要射 1的話 斜線1代表1分鐘 好,是1分鐘喔 再1分鐘 要做copy的事情 那在linux copy要打cp 我們剛剛講的etc 的 裡面有一個false 這跟windows的 位置 不太一樣 但是有一點類似 好 一樣 copy 斜線media media 好 剛剛我們是有一個media嗎 有印象嗎 再來是data 27 我是data27 再來到05 好 這樣子 這樣就做完了 你看喔 再看一次 star斜線1 Copyetc的false 到 這邊空一個 空一個 空一個 到media data27 05 要到05喔 好 做完了以後 要按 esc 好 按esc 按esc 這邊就不見了 然後按完esc 要打一個 冒號 你看冒號 打冒號 w w就write write就寫入 也就是儲存 再一個q q是quit wq 好 再按enter 好 這樣就做完了 好 這樣你看喔 Install new Chrome table Chrome table的話就是代表 要 做排成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剛剛的喔 好剛剛我們到 Data27 05 你看 等一下會有 會有 或是 等一下會有 或是 Copy進來 我現在都沒有動喔 你看我滑鼠都沒動喔 等一下 一分鐘後就會有 或是 Copy進來 那這樣就對了 好 我們等一下 好 我們等一下 出來的 好 這樣就做完了 你看也不會太困難 不會太困難 好 你按照我剛剛 我 那樣子做 你就可以做出來的 好OK 這個就排成喔 那你看 我們再把它升掉 再一分鐘它就出來 好我們再升掉 你看一分鐘就出來了 不要動喔 好一分鐘喔 好 一般來講還是排成 那動作比較多而已啦 那剩下的 就比較簡單喔 那等一下我來再來講 其他設定喔 好我們先等到一分鐘喔 好 那剛剛如果說你Windows設錯 Windows那邊的 那個 容量設錯 就 沒辦法跑來這裡的 好 這樣就做對了 好 我們這個排成就講到這邊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 IP的設定 好 好 那到System這邊有一個Network 好 Network對不對 好 Network一樣 把打剛剛的 SuperEase的密碼 打上去 PLD122 好OK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邊有一個DNS 齁 你看 C05 DNS就是 代表你的 要從這邊喔 你的 電腦名稱 C05 好 那你看這邊 Device這裡 這裡 點兩下 剛剛是看電腦名稱 這點兩下 好 好 那這個是自動的 動態的 DNCP 那如果說你要個人設的話 就按這個 那打 120.114 不是120.114 192.168.240.105 好 就點105 來 那Submax就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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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好 這樣就做完了 這樣就做完了 OK 好 這樣就設完了 OK 這樣就設完了 好吧 我們把重點 這些重點講一講就好了 好 接下來我們打開 Zugreen Waver 好 那你看 好 好 那個 這是 你 待機 待機狀況超過5分鐘的話 他會 他會顯示這些東西 我們改變一下 好 改善存方塊 好 這是 Screen Waver Screen Waver 好 這樣子就設定Screen Waver 好 好 這是螢幕保護時間 Screen Waver 好 OK 好 那我們再來找 競爭使用者 User 本來是User22 那我們增加使用者 好 譬如說 User22 User22 US 好 那 你看,就多一個32的密碼了 好,這是新增使用者 好,那我們在變更桌面 變更桌面,Change Desk 那譬如說Change變更桌面,我還是喜歡綠色的 好,這就是變更桌面 好,我們就講到這邊 我們來講建立個人網頁 它的名稱是index.htm 我們在這邊 按右鍵,新增 好,新增文字文件 叫index.htm 好,index.htm 那用記事本來做就好 按右鍵開啟檔案,用記事本 好,這邊首先 你要打小於H3 這是html 要H3的字的大小 再來,要看顏色 顏色要打小於font color 等於 有 紅、綠、藍 好,那譬如說 紅是red color等於red 那就是火 好,ok喔 好,那這一段 打的字 它顏色就會變紅 好,那工作崗位號碼 再來要打工作崗位號碼 好 歌 歌 烏 好,你們看一下 歌烏 翁 好,你看喔 你們看一下 怎麼拼喔 工作 之烏 我做 歌 鋼 鋼 好,鋼 這個鋼不對喔 工作崗位 我們打崗位 它會 有可能 它就自己變 那自己變的話 崗位的崗 不是這樣子 它沒有變得好 崗位的崗是 有三字旁 崗位 工作崗位 好 好,工作崗位喔 好,工作崗位 號碼 好,那工作崗位 號碼 再來要冒號 記得 這是 全形 那全形怎麼做 用Ctrl、Shift Ctrl、Shift 跟冒號 好 Ctrl、Shift 冒號 Ctrl、Shift 冒號 好 好,我們打不上去喔 等一下 好 Ctrl、Shift 冒號 好,打不上去喔 那先這樣子 這個是 這個不對的 這個是 半形 我們不是要打半形 我們不是要打半形 好,打不上去喔 那 好,先這樣子喔 那這個號碼你要打多少 05 好,因為我的電腦號碼是05 這個就公共這個崗位號碼 就是電腦的號碼 好,05 再來 要打減定日期 減 好,減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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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變成頂了喔 減定 好,減定日期 好,減定日期 要這樣打喔 好,要打Ctrl、Shift 然後再Enter 再冒號 Ctrl、Shift 冒號 我再打一次喔 Ctrl、Shift 冒號 好,你看 Ctrl、Shift 冒號 好,可以了喔 那剛剛 打不起來的話 可能是 它不是在 它不是在全形的 齁 的那個 的狀態下打 齁 不是在全形的狀態打 記住,你看 不一樣,你看 齁 你看喔 我 我等一下打一個半形的齁 齁 等一下打一個半形的 這半形的齁 你看 不一樣吧 這半形的齁 這全形的齁 齁 好 減定日期 就是你 你操作的那一天 你操作的那一天 那今天是2020 0407齁 用斜線 0407 好 再來喔 好 硬減人姓名 要打硬 E N 硬 減 人 好 硬減人姓名 好 這些都必 你如果要考試這些 是需要打的 一樣 Ctrl shoot 好 Ctrl shoot 然後 譬如說你是 好 譬如說我是 沈 好 沈某某 好 沈某某 OK 好 當然你要打自己的齁 然後 然後 我們這邊齁 好 儲存喔 檔案儲存檔案 好 我們先這樣子齁 好 這樣子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那你看一下 這個 我剛剛是放在 桌面上 你看 它是一個網頁的形態 對不對 那 打開 好 先不管 好 你看 跑掉 沒關係齁 關閉所有標籤 好 再打一次 你看 工作崗位號碼 好 你看 聯武 這個是辦形的 這是給你看的齁 你看 這樣子 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還要換行 還要換行齁 所以這邊還要再打一個 小一批 同學 這裡還要再打一個小一批 小一批是換行齁 或是小一批 在網頁上才是叫換行 好 這樣才叫換行齁 齁 那你看一次 檔案主層 主層檔案齁 再看一次 這次就有換行 這次就 好那我們把這個 冒號拿掉 這冒號刪掉齁 這是 這不對的齁 不對的齁 這不對的 給你看齁 這不對的齁 要Ctrl Shoot 跟 加一個冒號 才可以齁 那你看一下齁 來 這是對了齁 你看對了齁 好 這樣就正確了齁 好這樣就正確了 好 那你看一下齁 這樣就正確了齁 那這樣正確的話齁 再來還必須做一件事情 這邊 好 這邊齁 首頁齁 你看齁 這邊要新增或變更首頁 好 然後 使用磁網頁做為你的唯一首頁 要按這邊的箭頭 好 按4 你看 是 新增或變更首頁 在這裡 使用磁網頁做為唯一的首頁 好 確定 那你關掉齁 我們關掉齁 你看 關掉再打開就會 就會看到首頁 是這一個 你看一開起來就這個 好 這個是 我們個人網頁的製作齁 個人網頁的製作 那剩下的還要連Server的齁 那個 我們以後再講 剩下我們還要連Server齁 好 OK 那我們先這樣齁齁 好 那個啟用歷程紀錄齁 等一下就會出現了齁 那 我們 那邊就不用看了齁 你們自己在 自己在做的時候自己在看就好了齁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項目齁 下一個項目要新增 使用者 好 好 那新增使用者齁 到控制台 好 控制台齁 你看這邊有小圖示齁 它有大圖示跟小圖示 大圖示就這樣子 齁 阿小圖示的話可以看的比較多齁 好 那你看 看小圖示齁 這裡面有一個使用者帳戶 好 那這裡齁齁 好 管理其他帳戶 來 建立新的帳戶 這裡齁 建立新的帳戶 好 那新帳戶 我們的單子有 叫US32 US32 好 那就標準使用者就好了 那就建立帳號 好 建立帳號了以後 好 US32 這一個 對不對 好 這邊有建立密碼 好 就建立密碼 好 密碼 單子裡面有 PWD222 好 那這邊也是一樣 PWD222 你可以先寫下面 然後再複製 再貼上 好 三個都一樣 跟我們之前建立的 那個帳號是 一模一樣的做法 建立密碼 好 那這樣子密碼就有了 好 那建立密碼以後 要有桌面或背景 那先關掉 好 我們 我們這邊建立 好 有一個桌面 好 好 那個人畫 把桌面改掉 變更桌面圖示 好 變更桌面 好 等一下 不是這個 有桌面背景 有桌面背景 來 那我們選 你喜歡的 好 這一個 好 確定 好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確定了 你看 就有了 你看 不一樣了 不一樣了 好 他有說要桌面背景 跟桌面背景 好 再來 我們新增印表機 好 那新增印表機 好 到這邊 好 裝置和印表機 那 我們這邊是HP的 DeskJet 200 好 那印表機就新增了 好 印表機要新增印表機 好 那新增本機的印表機 好 這邊 不用改 下一步 好 那我們找HP 好 HP 好 我們找HP910就好 915就好 915 好 找HP915就好 好 下一步 好 完成 不用列印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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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成 好 那你看這邊有HP915了 好 再來設定 螢幕保護 好 再設定螢幕保護 好 那一樣到右邊 按個人化 好 剛剛我背面 桌面背景 再螢幕保護裝置 好 等候16分 我設等候16分 好 那就隨便了 旋轉多邊形 好 那就 相片 好 確定 好 那 這邊 要設到16 16分鐘晚以後才會改變 那 這樣設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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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有設螢幕保護裝置了 好 OK 當你都滑鼠不要動 滑鼠都不動的話 可以設螢幕保護裝置 好 再來 我們要設定 再來我們要設定的東西 因為 需要 Server 需要Server 所以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我們以後再設 以後再設 好 那這邊 要先 跟大家講的 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 我們要先做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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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